古智瑩 -怎麼樣 剛才他的敬拜 是不是很...很棒 是不是很棒 因為自由的敬拜是不是 Hallelujah 因為借過加美德里在人當中 很感謝主席給我機會,在社會裔助理面前來分享正正的自由這個主義 自由是不是這個?你喜不喜歡自由? 我喜歡 我要先說明一下,我有一個缺點就是講話太快 我當我講話太快的時候,我的普通話就更加廣東話 所以我要回信我自己講慢一點,可能有一天可以變成 新聞聯播這樣子的民調 所以雖然要自由,但是我們要節制的,完全自由 介紹說的,大家聽說怎麼能明白 所以,大家喜歡自由吧?喜歡的吧? 自由是一個很好的名詞,很好的很寶貴的東西 但有人說,結了婚的男人是一個失去自由的人 要討論這個問題前,我要先向我太太掙著她同意之前才可以討論 所以她沒點頭我不能說,我們能說別的事情 好啊,這個自由神像大家都知道吧? 她在柳約市的一個自由神像 去柳約都會參觀這個地方 就好像我們來北京去看長城一樣的 有人說這個自由神像代表了一個自由的國度 當初很多歐洲被欺壓的人 可能政治上、宗教上或者是經濟上受欺壓的人 從歐洲就來去美國 他們第一站通常都是在柳約 他們在大夕陽裡面漂流了好多天以後 有一天他們看見,遠遠看見這個神像 他們就知道,代表著希望 代表著離開自由就不遠 是代表一個自由的項目 但是大家知道嗎? 這個自由神像是誰教的呢? 法國 是法國送給美國政府的一個禮物 當初他們紀念他們雙方兩國在追求 自由和民主的時候的互相的合作和幫助 當美國191776年獨立以後 十幾年後法國又被她 引起法國的一個追求革命 最終把法王的軍王的統治在1799年推翻了 大家知道歷史的話 都是把路易十四送上斷頭台 所以當時法國和美國是代表了一個追求自由 自由思想的運動 他們追求的思想、追求的自由 是一種在反宗教、反信仰的追求的方面 的立場來看 所以我們看自由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要清楚了解 聖經中裡面怎麼樣叫我們 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還是說我們自以為是的自由 一個沒有自由的人是很可憐的 所以當時西方歐洲國家的人都跑到美國去 為了因為他逃離他們 當時是欺壓被欺負的、被管制的那種制度 所以西方有一句話說 不自由什麼?不臨死 這說寧願他要自由 他寧願死去 生命不要他都要自由 當然如果生命可以不要的話 君榮、錢財什麼都可以不要 他為了追求自由 弟兄姐妹們我問你 你有自由嗎? 你覺得你是自由的人嗎? 有沒有 是 有沒有 有 為什麼有 國家主委 現在就有 是國家主委 就有 自由 好 國家主委 國家主委 國立就沒有自由 自由這個 對 自由這個的話是一個 如果你是主觀 覺得自由 很好 至少主觀覺得 如果你自己覺得我們不自由的話 你肯定是不自由的人 但是 自由不僅僅是主觀的感覺 卻必須要有一個客觀的事實 今天大家對於自由的理解什麼呢? 如果去訪問人的話 自由是什麼? 善意也可以 自由什麼? 表現可能說 自由就想到自由行 去香港 台灣沒有導遊 不用購物 自由行 或者是說自由是什麼? 無疾無疏的 任意而行 或者人說 自由是說 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不受任何的管制 不受任何規則 和法律的約束 你覺得這種是自由嗎? 不是自由 不是自由 這是什麼? 放縱 是違背自由 違背自由 很好 陷害別人的自由 陷害別人的自由 很好 放縱 這個是 如果是這樣理解自由的話 那就完全是誤解 這是任性 這是放縱 這是損人利己的 所謂自由的行為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很多人 真是誤解了自由的意思 甚至很多人 拿著自由的民意去放縱情欲 損人利己 這個二十世紀初的時候 有一個法國的思想家 他拿了諾貝爾獎 最近我們的文學獎 我們莫言也拿了文學獎 這個是大概一百年前的 拿諾貝爾獎 一個法國思想家 羅曼羅蘭 在他的文章裡面 在他的作品裡面 也常常說 不自由無臨死 這種呼召 這種呼求 但是就是他在快要死的之前 他卻說了一句話說 自由自由 天上多少罪惡 假辱之名已行 他感嘆說 他雖然是一生罪求自由 但是卻很發覺 很多人 天上很多人都是 用著自由的民 來去行罪惡 所以在彼得前書 法羅也給我們警告說 你們是自由的 卻不可借著自由 借該惡毒 卻要做神的仆人 也就來教愛台書 我們先來讀一下五章十三節 弟兄們 你們的無教需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 當作放縱情欲的機會 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侍 自由是什麼 你對自由的定義 的理解是什麼 人人都願意得到自由 享受自由 但是全世界上能明白 自由得到自由的有幾個人 我們請讀今天的禁文 是約翰福音八章三十一節 三十一節 三十一節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福 奴福不能永遠住在家裡 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裡 所以天后的兒子 叫上你們自由 你們就真自由了 我們今天會按照這段經文 從三方面、四方面來看這個題目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 什麼 Why? 什麼是真自由? 到底什麼是真自由? 剛才我們說六羅內的 我們都說不是自由 到底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第二個是說 我們有自由嗎? 如果沒有 Why not? 為什麼我們沒有自由? 第三點是說 如果我們沒有真正的自由 我們怎麼可以得到 我們應該有的自由? 剛才保羅說 我們是自由的 我們雖是自由的 但是我們怎麼得到這個真正的自由? 最後我會結論社會 討論一個實踐自由的一個例子 怎麼樣真的是實踐我們自由的這個權利 我們一起來討論 今天天父我們感謝你 你給我們得到兒子的允分 讓我們成為一個真正的自由的人 但主要我們真的是願意在你面前千輩上來 真正去明白 主要你教導我們所說的真正的自由的意義 讓我們真的是在正理裡面當一個自由的人 不要藉著自由來放縱情欲 就要求主幫助 求主幫助孩子 今天上面的實踐 能夠把你的話語 把你的旨意真的是跟秘書姐妹來分享 當主帶你打掛封鋼 我就別做懂 好 第一個是什麼是真自由 我這個很不自由 我必須要看著這個iPad來講 哪一天我要去 就是可以全圖上 他們不用看了 我們來去講這個 自由的本質是什麼 神是創造者 我們是被祂創造的 別那麼怪 所以我們按照什麼 我們按照誰的樣式的被造 神的形象和樣式 所以我們所擁有的 神擁有的一切在我們身上都會彰顯 從這個角度來看 神是自由之主的是嗎 所以我們也有自由的本質 我們的自由是什麼 神形象 神的一個自由之主的一種彰顯 這種表彰 所以我們的自由是神的屬性的一個問題 所以一個很偉大的哲學家 德國的哲學家康德 都不敢輕易地討論自由 在座有沒有誰讀哲學的 沒有 我也沒讀東西 明死 哲學家康德 這個哲學家很有名的 如果是讀哲學的人都知道 這個康德 他是18世紀的哲學家 他是說把全世界的分成兩個界 一個就是現象界 一個是本質界或本體界 現象界就是說人憑理性 所能理解的一些範圍 所能明白理解的範圍 其他的就是 不是現象界 就是本質界或本體界 其中包括上帝 不朽和自由 所以康德把自由 甚至放在這個說 是人所不能憑理性 所能明白所能了解的一個範圍 所以他說自由是一個非常高超的 超越的一個題目 並不是人憑普通的來 能夠一般的人去理解 所以他曾經這個疑問說 如果自由 有人說自由就是說 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聽過這個話嗎 他說看著說這樣子的話 真的太膚淺了 他反過來說 自由是我不要做什麼 就能夠不做什麼 我不想做什麼 就能夠不做什麼 這才是真正的自由 這是康德所說的 我要做什麼能做什麼 那不是自由 那是剛才說的 放縱不搞 如果我們開車的人 不看紅綠燈 隨便開的 愛怎麼開怎麼開 自己以為開得很爽 那時候我們發覺 十幾路口那邊車堵 就就是 我要想前面 他要想前面 大家不守規律的 就堵在裡面 把那個交通都影響 所以這個 不是說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什麼真正自由是說 我不想做什麼 我就能夠不做什麼 第一個例子 在座有誰是抽菸的 在座是誰曾經抽菸 後來不抽菸的 曾經當然你說過 或者聽過也沒有說 是不是吸菸是我的自由啊 你管不著 有沒有說過 當然叫你不抽菸 那我吸菸管你怎麼樣 大不了你不少 一二手菸我就出去外面抽 走開 對不對 他就會聽過這種話 聽過也可能說過這種話 我也是曾經說過這種話 趕聖主我抽菸的話 可能沒有癮 我覺得可能是 那次拉了完一天 可能就大不了幾根 後來幾個禮拜不抽也沒事 後來我當然明白 抽菸對我心裡不好 我就沒有抽菸了 但前兩天看到新聞說 沈陽上大連接近通了高鐵了 但是速度從兩百多公里的時候 突然降到一百多公里 為什麼 不是高鐵壞了 這次跟高鐵沒關係 啊 下水沒有 有人抽菸 有人在高鐵裡面抽菸 那個煙霧器感應器 就發覺了馬上告急 那個開車馬上的速率就停下來 沒有什麼問題 有人發覺人在抽菸 對不對 這是因為煙明 因為它的自由 而造成那個去高鐵的降速 所以康德有句名言說 自由是紀律 紀律是自由 是不是有點道理啊 有點道理嗎 有沒有 但是不是真理啊 不敢說 真理不能從折水裡面去尋求的 真理去哪裡尋求 要從聖經裡面去尋求 所以我們來去回到你們去看看 聖經當中怎麼樣定義和解釋 自由這個詞 自由這個詞 自由在中文一詞 在新約聖經裡面出生了二十四次 二十四次 其中有二十一次都用同一個詞 同一個希臘文 Aeroflores 來表達 它就是我們今天讀經文裡面說的 裡面必小的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或者三十六節說 天父的兒子叫你們自由 你們就真正如了 二十一次裡面都是同一個詞 就說希臘文說 Aeroflores 是個形容詞 是一個可能是講說 在社會或政治方面的一種自由 或者是一種免於被控制和義務的一種自主 或不受束縛的這個意思 Aeroflores 是個形容詞 另外它有個名詞 上一頁 就是說 Aeroflores 它是一種自由解放的意思 是個名詞 所以這個希臘文跟我們平常所理解的自由 總和中文的自由 這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說 不被約束 不被捆綁 不被束縛 自由自主的一種意思 同時它更多在經文裡面是表達 是說 我們罪人怎麼蒙上帝的連續和恩待 得到自由和釋放的意思 這跟我們理解是一樣的 另外有一次 是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節 它這很熟悉的經文 也是我很喜歡的經文 說 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祂用高歌舞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蔡前摩 報告 貝魯的得釋放 傻眼的得看見 叫人受壓的得自由 在這裡 釋放和自由兩個字 同一個字 希臘文 叫阿菲斯斯 都是自由釋放的意思 被盛 它是最被切消的意思 被釋放的意思 這是另外一次 有自由的一個詞 最後有兩個 出現兩次自由的 就是在 《哥倫多前書》八章的九節 裡面說 只要你們謹慎 恐怕你這自由 僅成有了 戎弱人的半角色 這裡出現的自由 原文是 《exhaustive》 這個希臘文的原文 意思是說 有選擇的自由 因為這段經文之前 是講的是說 講到拜偶像的 拜偶像的記物 講的是說 我們討論要不要吃 能不能吃拜偶像的記物 這個自由是說 當初有個選擇 阿羅教導他們說 你有選擇的權利 有一個吃還是不吃的 是拜偶像的記物 但是你不要 應對你的自由 辦到別人 在這裡的自由的意思是說 選擇的力量 送一種權利 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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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haustive這字 大家要注意 常常出現 而且我們經常看到 它在另外一個境目裡面 代表的是一種權柄 《馬太福音》 9章6節 主耶穌說 人只在地上有 社會的權柄 權柄這字 也是說寫的 在《馬太福音》 最後的大使命的時候 主耶穌復活以後 聖天地前說 大使命說什麼 天上地上所有的什麼 權柄都賜給我 權柄也是說寫的 這個自由 所以這個自由的詞 除了前面理解的是 自由被釋放 不被束縛的意思以外 它有一個意思是說 我們有選擇的能力 有選擇的權力 是一種權柄 自由是神給我們 一種權柄 一種能力 一種力量 非常深刻 就是聖經裡面 在信読裡面 二十四次的 自由的 原文的意思 另外我們看看 唐重榮 是在華安裡面 很偉大的報導家 他在一個論 人的自由裡面 他對自由的討論 總結了四個自由的特性 一個是自由的限制性 一個是自由的矛盾性 一個是上對性和危機性 我們簡單來看看他怎麼樣 談論這個自由 這四方面的特性 第一是限制性 為什麼自由有限制 自由不是應該沒有限制的嗎 因為自由本身必須要保存一種自由 具體自由的本質 而這本質 自由本質 是不能引起其他人的廢自由 這就說 自由本身不能產生廢自由的後果 這就是自由的限制性 我們知道 美國的高速公路叫什麼 英文叫做 Freeway 高速公路 我們的高速公路叫Freeway 翻成中文就說 自由的道路 Freeway 我們開車的自由 在高速公路裡面 可以自由自在的開車 但是你只能往一個方向 對吧 你如果跑到隔壁切道 那是不是自由的 那不是 因為你這樣就自殺 因為那是逆行 所以自由 沒錯 自由有自由 但是有一定的限制 你不能因你的自由的行為 而引起別人的不自由 這叫做自由的限制性 這個是自由的矛盾性 唐崇榮有一個很特殊的例子說 有個弟孫 單身的弟孫 在談對象 看家會裡面看 好多姐妹喔 這個也喜歡 那個也喜歡 她要在 自由什麼 選擇的權利 在她單身的時候 她要選擇的權利 是她自由的人 然後祷告 這個也要感動 那個也要感動 笑什麼 你沒感動 你沒自由 但是 對啦 跟林姐一樣 當她一旦一定 跟那個姐妹 告白她的信義的時候 那姐妹接纳她說 哎呀我等你好久了 我都是你 神安排給我的人 然後兩個 這時候 她還有沒有自由嗎 這個弟孫 她有沒有自由去看別的姐妹的自由嗎 沒有 就是自由的矛盾性 所以當你一旦 你的自由選擇行動 一旦你行動 你做了選擇 可能你出現的就是說 你就要損失了一部分的自由 這自由的矛盾性 第三 自由的上對性 為什麼是上對呢 因為唐琼龍牧師說 自由有一天我們在神面前要受審判 這個自由不能逃以神的作為 和神最後的權位 所以我們的神 我們的自由不是絕對的 是上對的 德國有個小說家 說了一句話說 如果沒有上帝 我什麼事都可以做 我相信這句話 這想法很多人都這樣 如果沒有神的話 我什麼都敢幹 如果沒有神我什麼都敢幹 如果沒有神我更自由了 很多人說如果 如果 在裡面欺騙自己 如果我早知道是這樣子的話 我就怎麼怎麼樣 如果我從前沒有跟他結婚 我要怎麼怎麼樣 如果沒有上帝 我要怎麼怎麼樣 是不是 但是神不會因為你的如果 就不會存在 有一句話 套若一句話 至於你信不信 我反正信 因為神的存在 不是我們相信 我們如果他全部存在的效果 不管我們 不管我們人的信 神的存在是我們人 人能夠相信的跟基礎 所以我們 不要再用講一次如果 如果神怎麼 如果沒有神 有一天 我們的自由所得出的結果 會面臨神的審判 什麼意思 傳道書裡面 十一章第九節 給我們一個警惕說 少年人啊 你在幼年時當快樂 在幼年的日子 池裡的心寬敞 行李心所願行的 看你眼所愛看的 所以神卻要知道 這一切的事 神必神問你 神很尊重我們的自由 少年人啊 比如在幼年的時候 我們年輕的時候 可以快樂 我們幼年的時候 我們心很煥暢 我們心願意行什麼 可以行什麼 我們眼睛想看什麼 可以看什麼 但是我們知道 這一切事情 最終的時候 神會審判我們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唐崇文說的 相對性 我們自由的相對 最後會審判 第四點 自由的危機性 危機性就說 因為自由如果沒有真理的約束的話 會變一個很大的破壞的一個力量 因為神的 不僅僅把自由放在我們身上 要把其他的 祂所創造的放在我們身上 一個是 神把創造性放在我們身上 說我們人有創造的能力 是吧 但是我們創造是什麼 何其他破壞 危機 神把自主 自由放在我們當中 我們為了自主權 也因此引起國家之間的矛盾 主權之間的戰爭 神把理性放在我們當中 我們因著理性 就講理不講情 所以這些本質 雖然放在我們身上 但是我們明明這個本質 我們要考慮到說我們怎麼樣去使用神在我們當中的一些恩典 還有個自由 如果我們隨意誤用自由這個權力的時候 這個權柄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會造成一個抵擋神 與正理隔絕的人 甚至放棄講解零分的人 所以自由是有危機的 為這個緣故我們要深刻的去討論理解思想 什麼是自由 這個是唐崇隆講的四個自由的特性 第二點 我們有正自由 為什麼如果沒有 為什麼沒有 但是我們看 看得對自由的 從節學角度看得自由的理解 我們也看了聖經 信約聖經裡面對自由這一詞裡面的希臘原文的意思 我們也看了唐崇隆牧師對於自由四個特性的闡述 讓我們到底 你覺得敵人沒有正義嗎 有沒有 剛才一開始問大家就說 要完了 現在為什麼安靜再來呢 如果你覺得可能沒有的話 為什麼沒有呢 我有一個舉個我的例子 我個人很喜歡吃 特別喜歡吃蜘蛛餐 最好是有肉的蜘蛛餐 剛才才吃的烤肉的蜘蛛餐 我曾經的最高紀錄是說 有一個酒店的蜘蛛餐 有牛排的 大塊牛排 我最高紀錄吃了五片牛排 五片 瘋狂 所以如果我是沒有直接吃的去吃肉 最後怎麼樣 肚子越來越肥 膽固醇越來越高 沒有三高是單高 然後褲帶的話 這個皮帶越來越鬆 最後皮帶都戴不上了 就叫吊帶 所以他吊帶 不是帥 是因為他肚子很大 我最近的發覺 我現在喜歡穿這種 不用綁鞋帶的鞋子套進去 為什麼 因為綁鞋帶我彎腰 肚子不舒服 我綁了鞋帶 所以如果我是很自由的去吃肉 我的結果就是說 我行動不自由 綁鞋帶不自由 走路不自由 所以看著說 如果自由是你想做什麼怎麼 就不是真正自由 應該是說 我們不想做什麼 去不做什麼才是真自由 我們因為自由而產生了後果 我們會被 因我們自由自在所行為 所產生的後果所捆綁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真的是沒有自由 還常常說 我應該吃的蔬菜水果 我反不愛吃 我不該多吃的肉 我不該喝的汽水 我倒去吃喝 這句話跟聖經也沒有很像 那句話 哪句話 對 保羅在龍馬書說的 我所願意做的善 我反不做 我所不願意的餓 我倒去做 那我思考到 保羅是不是一個自由的人 那裡說 保羅我們偉大的使徒 他是一個自由的人 他有沒有自由 有沒有真自由呢 你想一想 我們大可教會來談這個問題 今天很多 八年後 不是八年後 已經在長大 九年後 甚至是兩千年後的人 這些青年人 追求一種自由 包括女人在內 OK 可能他們追求的自由 是將來他 沒辦法掙脫的捆綁 比方說 你一群哥們 閨蜜 喜歡去 泡 酒吧 去夜生活 喜歡去鬧 家裡面不要你去 喝酒 酒吧的 但是說 哎呀不行啊 我自由了 我長大二十一歲了 我要去夜中 二十一歲了 去玩 去跟朋友 跟閨蜜 跟哥們去 好 算是很自由的一種說法 但是慢慢的就會發覺 你不想去都不行 當然很累 你想在家裡面睡覺不行 說 你不去就是 沒有義氣 就是重視親友 重色親友 或者就是不跟我們沒有義氣 跟我們不合群等等 所以這些夜生活的自由 可能短暫來說是表面的自由 實際上是用盆綁 到你不想去的時候 到你不想行的時候 你都硬著他的壓力會做 而不是真正自由 而自由所產生的一些 可能的負面的效果 就是父母去跟你 就是唠唠叨叨叨的 其實那種是 真正的自放 剛才講抽菸 我以前抽菸的時候 抽菸好像很自由的一種行為 但是我們要戒菸的時候 可能很難 那不是那個自由 甚至有些人是什麼 吸毒 甚至下去吸毒 吸毒的時候 可能說很開放 很自由 享受的當時的那種 飘飘然的當事 當你上癮以後 不能戒掉的時候 你就知道 它不是真正的自由 所以凡是一些讓我們 很難掙脫的 損壞我們身體的一些 玩弄我們的一些 捆綁我們的一些惡性 起初都是給我們 一種快樂的一種感覺 但是那種是假的感覺 所以耶穌在我們今天 在經文裡面說 耶穌跟我們說什麼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所有犯罪的 就是罪的奴徒 當主耶穌討論自由的時候 他用一句很特別的話 他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英文是說 I tell you the truth 我在真理中告訴你 我告訴你一個真理 主耶穌說 我告訴你一個真理 所有犯罪的人 都是罪的奴徒 罪的奴徒有自由嗎 沒有 這意思是說 所有犯罪的人都沒有自由 主要是用一個真理者的身份 來說出自由的定義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人很多時候 在犯罪的時候 我們覺得那是自由的一刻 因著我們很自由自在地去做 那是在犯罪的時候 不常常這種感覺 其實在我們犯罪的時候 在我們不該做的時候 那就是恰恰是我們變為奴徒的時候 變為一個不自由的那時刻 Amen 主要是很清楚告訴我們 因著我們犯罪 我們犯在罪的奴徒的位置上 我們就沒有真正的自由 那你會說 世上有沒有不犯罪的人啊 有 但有些人說 不同意的 你說沒有啊 那如果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的話 那就有自由的人了 對不對 如果真的是沒有犯罪的人 那就自由的人了 如果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 那我們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 那我們世上沒有真正自由的人了 我們在座都會同意的 我們就是在我們 不管我們信主前 信主後 信主前我們的良心都會告訴我們 事實也會告訴我們 當我們信主之後 神的話語也會告訴我們 全世界的人類都犯了罪 而繼續在犯罪 因此我們知道 所有人都是罪的人 人所犯的罪可能有大有小 可能有不同 種類不同 方式不同 也有明顯的 也有隱藏的 也有些人 大家共認為是罪的 也有些人 大家覺得 這個不是罪的事情 也有些人是 被人看得見 人人去指責的事情 也有些人是 罪很隱藏的 沒有人知道的事情 除了他和神以外 沒有人知道的事情 但罪就是罪 犯罪的就是罪的 這是永遠不能改變的真理 也不能改否認的事實 有些人很笨的 犯的罪是 給全世界都看得見的 以及給人家抓出來的 最近我們看 微博常常那些人 那些人給抓出來的 都好像很愚昧的事情 那個表屬 表書對吧 大家要多少表 表書 還有防書 這些犯罪的 還有那個更加高的 上了視頻的 就是在雷什麼 蛤 那個雷什麼 這時候犯罪 全城市人都看見 有些很聰明的人 犯罪是 沒人看得見的 但是神 他的 活眼睛睛是看得見 沒有人逃過他們 所以路上回應告訴我們說 警告我們說 掩蓋的是什麼 沒有不露出來的 隱藏的是 沒有不被人知道的 所以不管我們這些 犯罪的人 不管他怎麼樣 他怎麼樣隱藏 有一天 他內心 良心會不足地譴責他們 他們會受盡 內心的自己的 自己的譴責 自己的痛苦 他們會受到 罪的環保 可能他犯罪時候是快樂 但最後他還是 受到罪的環保 體性調整睡不著覺 雖然他們可能不知道 他們罪惡 把他們害得很慘 想逃脫那個罪的傻子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 他們不知道怎麼樣可以 逃離罪惡的奴仆 怎麼樣得到真正的自由 全世界裡面我們看到 做罪惡的奴仆 犯了罪的人有多少 犯了罪的人 而認識自己的罪的人有多少 認識我們自己的罪 而想逃脫罪的傻君 卻逃不離開的 有多少人呢 罪的路 沒有自由 第三個 我們怎麼樣得到真正的自由 事實上很多人尋求自由 找不到 因為他們離自由越遠 因為他們不知道 真正的自由 跟意思在哪裡 真正自由從哪裡得著 得到真正自由的方法是什麼 主要書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阿章三十二節說 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另外三十六節說 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 你們就真正自由了 這裡得了自由的 有兩個要素是什麼 這是真理 第二是什麼 天父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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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了真自由的 不可缺少的良識形成 真理 或是神的兒子 天父的兒子 第一個問題出來了 真理是什麼 什麼是真理 前陣子 CCTV在介討訪問說 你幸福嗎 找出來 一大都很多不同的結論 不同答案 如果我們介討訪問說 真理是什麼 可能得出來的 也有不同的答案 古時候也不是人 古時候人的認為真理的事情 今天的人也可能覺得真理的事情 東方人跟西方人對真理的理解也可能不一樣 可能信不同宗教的人對真理的理解也不一樣 更多時候是說 甚至同一個時代 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社會 兩個人 因為他的背景 因為他的文化 對真理的看法也完全不一樣 從古到今 東方西方 人對真理的解說有太多不一樣的事情 到底什麼才是真理 很難決定 當主耶穌被彼拉多神問的時候 彼拉多也問主耶穌說 真理是什麼 但他的得了答案 不知道彼拉多有沒有得了答案 真理是什麼 這句話 很多人詢問 但是其實主耶穌早就把我們答案給我們 真理是什麼 當初他要離開門徒之前 他為門徒禱告的時候 他在約翰福音17章17節的時候說 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勝 你的道就是真理 道神的話就是真理 很清楚的說 神的道就是真理 只有神的話才是真理 真理是什麼 真理是用永遠不變的 能變的就不是真理 真理是什麼 永遠沒有錯誤的 有錯誤的就不會是真理 真理也是用沒有實踐性的 沒有地方性的 任何地方任何背景都適用的 不管世界文化怎麼轉變 人類的市場怎麼改變 社會的背景怎麼改變 國家的政治怎麼改變 道的觀念怎麼改變 真理就是永遠不改變 那什麼東西是永遠不改變的 除了神的話 沒有別人是不改變 只有神的話也是永遠不改變 任何地方都適用的 神的話是不改變的 神是不改變的 神是不改變的 他的話也不改變的 人是善變的 所以我們印著我們的背景 時間、空間 可能我們的理解也會不一樣 常常我們把事情看錯 在以前就會是真理的事情 覺得是正確的事情 卻印著後來被判斷是不對的 只有真理 真理必要得你們得自由 他對 怎麼樣曉得真理呢? 耶穌對他信他們 他留太人說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門徒 你們必曉得真理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如果我們去看英文版本的話 if you hold to my teaching you are really my disciple then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我們看這四句話 其實它有一個邏輯的關係 就是說 善言 第一 如果若你們常常遵守我的道 那 結果就說 你結果就是 你就真是我的門徒 你真是我的門徒 你真是我的門徒 你真是我的門徒的結果 結果就是 你必曉得真理 然後 結果就是 真理必叫你們得自由 所以我們要 真理要我們得自由 的前提是什麼? 我們必須要曉得真理 曉得真理 曉得真理是前提什麼? 我們必須要曉得主耶穌的門徒 我們是主耶穌的門徒 的前提是什麼? 遵守我們的道 不是 是常常遵守我們的道 我們必須要常常遵守我們的道 看英文的話就說 hold to my teaching 另外一種翻譯是說 continue in my work 是什麼意思? 就說這常常是一直的 不間断的 手抓住不放手的一種 理解 我們要永遠不放手的 遵循 常常不間断的遵守 神的道 這是什麼? 是什麼意思? 弟兄姐妹 神的道我們聽過了 神的話我們聽過了 我們還要遵守 我們還要遵守 還要常常遵守 這就是聽到 加上行道 聽見神的話 我們還要遵守 就是行 光知道 光知道而不遵守 光聽到而不行道 就是光說不念 有沒有人學游泳 看書誰要游 我以前就是跨走水的時候 買本書 看書在床上都在游 會游嗎? 不會的 一定要下水才會游 所以光說不念不行的 而且要實際上去念 所以 尤其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知道祂的話語 知道神的話語之後 我們要常常遵守 就是要行出來 然後我們就是祂的門徒了 我們就會曉得真理 之後 真理讓我們得自由 真理讓我們可以從最終得釋放 有選擇的能力 有權利 真理必要我們得自由 那你有沒有想 又想一下 真理 好我們知道真理 真理怎麼樣要我們得自由呢 這個聖經沒有指 聖經指說 真理必要我們得自由 但怎麼 真理要我們得自由 這是我們個人必須要去體會 去尋求神 在我們聖上的功課 那我在準備聖經文的時候 我就想到幾點 真理怎麼樣我們得自由 這是我的體會 第一 因為神的話指示了我們 使我們知道 第一 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什麼是假的自由 因為得自由之前 必須要知道真與假 我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神的話上我們顯明了 自由的正規 這是第二 神的話讓我們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自由 第二點 我們越來越多明白神的話語的時候 就越來越多明白自由的正義 我們就可以完全行在神的話語當中 生活在神的話語當中 我們就一定會享受到 一種完全的自由和權力 神的話語讓我們得到權力 第三點 人所以犯罪做了罪的奴樸 是因為我們不信神的話 也不聽神的話 所以當我們相信神的話 和聽祂的話語還行出來的時候 怎麼樣 罪就在我們身上沒有任何權力 我們也完全對於自己 十四點 神的話語也是 當我們多讀神的話的時候 我們多聽牧師來講解神的話語的時候 我們這樣做不僅僅是一種追求知識 而是說 生活上的進步 生活上的進步 生命的翻轉 我們就一天一天更多的 嘗到自由的滋味 最後第五點 我想說的是 我的體會是 如果我們將神的話 充滿在我們心中 有時刻行在神的話語當中的時候 事實上都沒有任何束縛 捆綁 可以妨害我們 我們能做一切我們所願意做的 卻不會做一些傷害別人 也不會妨礙別人的神 所以真理讓我們得自由 是我們充分體會 我們明白神的話語 行徒神的話語 但是我們真理怎麼會知道 是我們每個人 每天的功課 同意嗎 同意 很多人以為說 其實很多人看我們基督徒說 熱心是不足的 基督徒其實很討伤 很最痛苦最不幸的人 因為他們怎麼 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很多話不能說 是不是啊 很多話不能說 很多事情不能做 很多財務不能去 很多地方不能去 那我們幹嘛做基督徒 那我 那我 那麼多限制 不是才說自由 那我 一個人這樣生活 什麼意思啊 對不對 什麼幸福啊 什麼樂趣啊 其實他們是不捨的 我們有很多 他們不明白 我們就是因為很多話 我們不能說 很多事不能做 很多財務不能去 很多地方不能去 我們才怎麼 不會犯罪 不會受苦 不會受到破壞 我們因此 雖然不做了這事情 但是我們因此 不會犯罪 而就不會被 做成罪的無苦 我們做人無愧於心 就是 變成是世上最快樂的人 是吧 舍得真理 真理是我們得以自由的 所以我們總結一下 我們舍得要常常遵守神的道 神的真理 我們就是自由的 有一種自由 自由 在神裡的自由是什麼 沒有限制性的 沒有矛盾的 沒有相對的 也沒有違紀的 真理 真理是我們得自由的 剛才我們說 還有第二個要素是什麼 天父的兒子 天父的兒子 所以我們得以自由的 除了神的話以外 還有一個不可少的 就是神的兒子 天父的兒子 我們不小的真理 真理一叫你們得以自由 這就是他說 天父的兒子 若叫你們自由 你們就真自由了 剛才談到保羅說的感嘆說 我所願意做的善 我反而不做 我所不願意的惡道去做 聽起來保羅好像不自由的人 他被一些金捆綁 他想好的事情做 但做不到 不想做的就去做 他到底有沒有自由呢 保羅 你說保羅有沒有自由 有 有 他怎麼得到自由呢 他說了一句話 他怎麼得到自由呢 靠著現在的 靠著現在的 靠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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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的救人跟基督同定的實際上是最聖滅絕 因為主耶穌在為我們死、為我們復活 也因為保羅藉著主耶穌的死、藉著洗禮,歸顧主耶穌的死 所以可以說保羅沒有死,他不會復活 沒有經過死,沒有經過初始如生 他經過初始如生,所以他得了真正的自由 保羅是一個自由的人,他不再是個罪惡的路夫 因為他的救人跟主耶穌同定的實際上 你還記得當我們還沒有認識主的時候 當我們可能還在罪惡當中的時候 我們會怎麼感覺呢? 當我們認識到我們的罪,我們想擺脫,我們想不做 沒辦法,誰能解救我們呢? 誰能解救我們這個僵屍的身體 誰啊? 主耶穌沒錯,主耶穌 所以主耶穌就是那個有權柄有能力 要我們得自由的人 剛才說的路教福音四章十八節說什麼?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告告我 叫我傳福音給打平主的人 主耶穌猜我報告,貝魯的得釋放 撒野的得看見,叫來受亞軍的人得自由 就只有主耶穌讓我們可以得以釋放,得以自由 他也跟,主耶穌跟他門徒說 我已經給你們權柄可以見打蛇和獅子 就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都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還有說,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吃給我們 這權柄就是自由,這自由就是權柄 沒有人比主耶穌的權柄更大 沒有人比他更有能力 一切受罪魂綁的人 都可以靠著主耶穌得以釋放,得以自由 一切得不到自由的人 都可以靠著他被釋放的自由 他不但一次被釘在律底下上 為我們捨命,從死離復活 他也一次一次地把救恩大能大力賜給我們 讓我們幫助的是被魯,被罪魂綁的人 讓他們借著主耶穌的福音 讓我們救恩,得了自由 神的兒子,若叫我們自由 我們就真自由 這句話,兩千年,說了兩千年 但是在這個兩千年的歲月裡面 我們看見很多受罪或捆綁的人 做撒旦無仆的人 不得自由的人,因著聽的福音 因著主耶穌的救恩 很奇妙地得到改變 洗心革命,重新做人 我相信每一個在座的弟兄姐妹 你都會有這種體會 有這種見證的經驗 我們也可以看看一些古經中外的例子 阿古斯丁 大家都知道這個阿古斯丁 是初期教會的一個偉大的教授 他奠定了很多神學的人 你知道他是什麼人嗎? 他信主之前 Prayboy 瓜哈公子 非常淫大淫亂的人 就是說我們今天看到Prayboy那種 突小突小的 Prayboy,他絕對又是Prayboy 但是他因得他母親祷告他信主以後 他成為了一個 我們在基督教信仰神學裡面 一個很偉大的神學家 我們可能在落教今天的時候 雷什麼那些 淫當的我們看不起人 他卻會得救 得釋放 第二個,呂戴豪 聽過吧 台灣的一個黑社會 他以前台灣的竹聯棒 什麼棒的人 這麼大人 他黑社會 他最後成為牧師 他寫了書 那個書收到不孝 然後烏俏 烏俏 他用他的經歷去改善 去改善 因為改善很多在黑社會裡面 被最後捆綁的人 還在最後當中 黑道裡面捆綁 他去救救他們 他藉著主要素的真理 和主要素的血 自己改善 合治了 還有日本的兩個 Yakuza 也是黑社會 混混 他們也是 就是他們的太太 答應他們信福音以後 他們在黑道裡面 日本的黑道裡面 去傳福音 他們是個故事 拍了一張電影 說說 我的老闆是耶穌 你可以在網上面 可以看看 可以收到的 我的老闆是耶穌 也是 一個無而不作的兩個人 最後 得釋放 得自由 第四個例子 袁又宣 大家聽過 看過他的視頻嗎 聽過他嗎 他什麼 他那個問題 是 同性戀 我的 弱點 不是我的弱點 我是最 最 最 喜歡的人 但是 而他 同性戀外 他還吸毒 最後人為毒 毒犯 被抓進來 他原來毒醫的 毒牙醫的 很好前途一個年輕人 很帥 很帥帥哥 他吸毒同性戀 被抓到監獄裡面 他監獄裡面 得了聖經 一本聖經 他監獄裡面吸毒 出來以後 他 讀了神隨願 現在是神隨願的 老師 他父母 也因著兒子的轉變 翻轉 而吸毒